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次的工程里面 这个操场级体育的设施 包括邻里的体育设施 总计达13个篮筐 会有三个篮球场 两个排球场 还有一个棒球练习场 建筑师秀书简报介绍目前设计 包括18间教室 一间图书馆以及女餐厨房 还有运动场等设施 未来空间改善后 每个年级都可以增加这个班 整个工程完工之后 预计每一个年级的学生会是20个班 那总共大概是600个孩子 所以增加的部分是增加 每个年级增加4个班 我们有一些在学生的需求量 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那确实呢 需要尽快的来将光武国中的校舍 来进行兴建 那同时呢 在午餐厨房的部分 也会供应4500份 官府地区学生们的营养午餐 那希望能够在115年的时候 能够顺利的如期如值完工 全校师生对于新建工程都充满期待 希望如期完工 让孩子们有个更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 每日新闻黄赵康新竹采访报道